星期五有鬼 作者 七奇 颇奖 神秘 懒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七十五集 日身有三魂 三魂之中天魂为阳 地魂为阴 命魂又为阳 三魂有三条路 天魂归天路 面有肉体和因果牵连 所以不能够归宗原地 正好是带上了上空天路的寄托主 暂且为主神收押 这是所谓的天牢 地魂归地府 大大地府 因地魂可知主魂的一切因果报应 也可知识再是肉身之善恶 所以肉身死亡后 地魂再进入因果是非之地 人魂所徘徊于墓地之间 因人魂本来就是祖德 历代姓氏流传 接待之肉身 以其破在其身姓形之魄力 死亡后在墓地对神主 来得往往至早上人路之际托主 咱们现在不是肉身 应该是地魂与气魄被人带进了梦中啊 黎静说到这儿 我仍然觉着疑惑 问 你也说这崔环是在病中 被两个黄山的阴差带到阴间 这个可理解 黄山呢就是相当于黑头沟 可咱们来的时候是清醒的呀 已经准备好了扶阵 准备大干一场 稀里糊涂的 这个魂魄就离起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黎静冷笑立生 嗯 什么叫做稀里糊涂啊 别忘了是咱们自愿上车的 没人逼咱们 至于对方用什么手法啊 我没看出来 要是所料不差的话 咱们的真身 应该还在你家 我想起班小贤给我看过的资料 被害的年轻人 都是被发现在自己家中的 楼上跳下去而死的 尤其是班小贤的同事 手机离开他们之后 突然变得疯狂 然后跳楼 难道手机是关键吗 我掏出手机 发现手机屏幕 还是那座城堡的背景 上面却有五个字不停的流动 游戏进行中 小哥 皇甫法器带不进来 手机为什么能带进来 是不是咱们被带进梦中 跟着手机有什么关系 林玲苦笑地又说 我没上过学 都是师父教我读书认识 大典呢 看里头是各朝各代的杂文一世 手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我就不懂了 不过既然游戏是 手机游戏 那么也跟手机拖表关系的 至于用什么办法 就不知道了 如果真是在别人梦中 对方想让你有手机 那就会有 说到这儿 李玲沉默了下来 当下要紧的不是追究原因 而是找到应对的办法 李玲说的没错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太多东西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畴 当下呢 那是就应该怎么破解这个局面 但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无奈的说 哎 小哥 进入别人的梦中这种事情 除了在书中和电影中看到过 也没经历过呀 该怎么破解 你有啥办法没有 此梦是妖梦 有一种怪兽 叫做薄奇 专门吃妖梦 怪梦 噩梦 白泽经怪头中啊 说皇帝手下有一个神兽叫做薄奇 皇帝专门叫他吞噬噩梦 在汉代还有薄奇石梦 后汉书里志记载的 知道敦煌唐人写了本白泽经怪头中还说 人夜得噩梦 但其舍 东北被发昼约 薄奇薄奇不饮酒 十六长池 高境地 其噩梦归于薄奇 因无息 性大福 如此去咒 无就也 零零怕我听不懂啊 给我讲的是挺细的 把这薄奇的出处和典故 一一道来 现在是很耐心 我也是真佩服他呀 呀简直就是一个灵异百科全书嘛 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知道 薄奇石梦的典故啊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愣是讲的头头是道 有出处 有来历 不由的我不信呢 精神一阵 哎 小哥 怎么把薄奇给召唤出来啊 念咒 咱们俩一起 黎灵说完 一字一句 念诵咒语 薄奇薄奇 不饮酒 十六长池 高境地 其噩梦归于薄奇 咽雾兮 兴大福 我也跟着念 念了七遍 耐心等待 一点动静也没有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我和黎灵不甘心 又朝东方念诵的七遍咒语 很是虔诚 依旧是没动静 这下我俩是有点束手无策的 黎灵又遮着眉头 沉默不语 我也没有坑气 脑子是转个不停 琢磨来琢磨去 觉得召唤十噩梦的薄奇 是有点不靠谱 可没有外力的帮助 我们该怎么破解这个局 突然 我想到一问题 既然我们是在别人的梦中 那就一定有人在造梦 就跟《盗梦空间》里 那演的电影一样啊 是不是只要找到造梦的人 我们就能够破解这个噩梦 小哥 那既然是梦 就得有人做梦 咱们找到那个做梦的人干掉它 是不是就能够破解这梦境啊 我说出想法 黎灵的眼睛骤然一亮 忽然站起来 没错 妖梦如此之深 各种感觉都有 甚至有生有死 怎么就留思想都不受限制 跟正常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找到造梦的人偷袭它 就变成它的噩梦 如此一来 噩梦之下突然醒来 这个局也就破了 办法是有了 可问题又来了 谁是造梦那个人呢 我和黎灵推测了一下 从进入梦境开始 遇到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其中死了四个 剩下八个游戏的参与者 应该不会是造梦者 但也说不准 剩下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 最活跃的方片老K 和那个所谓的仙女 骆子齐 两个人都有可能是造梦者 其中骆子齐的嫌疑最大 压装成一个不伦不类仙女 啊 等到舞会结束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了 最为神秘 想找到他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倒是方片老K 分量最重 又是国王 又是操纵方片钩的 也有很大的可能 目标只能使方片老K 和骆子齐 而这两个人都在古堡中 我和李玲商量一下 决定趁着夜色正浓 潜入古堡中 干掉一个算一个 没准就能破这梦境 潜入古堡中杀人 可就是刺客了 哥们从来是没想到 在有生之年 还能当回刺客 顿时越运欲试 我和李玲爬下城墙 去找趁手的能用的家伙 开始还小心翼翼的 害怕被人发现 很快就发现担心 顺鼠多鱼 诺大个城市 那是深沉寂寥 房屋虽多 却是看不到一个人 甚至连虫子都没有 除了没有活物之外 所有的东西倒是一应俱全 锅碗瓢盆的 就是武器不大好找 我们俩做贼一样的四处乱窜 终于在城中的一户 打铁人家那找到了武器 箭都是西方骑士那种 十字形的 又窥又长 拿这玩意儿是挺累的呀 可铁匠铺除了这几把 这样还算是 还没打完整的这个场景外 就那些个锄头 铁铲了 铁匠铺找不到趁手的家伙 别的地方希望更加渺茫 何况也不知道 天什么时候亮 不游的有点心急 四处翻当中 铁匠铃在一个箱子里头呢 找到了一把匕首 我实在是没找到什么 趁手的家伙 见到旁边呢 有一半米来长的铁签子很尖 抓在手中呢 凑合着用的 有了武器 我和铁匠精神都是一阵 也知道 此去凶险多多 互相看了一眼 点点头 谁也没说话 沉默着 朝着皇宫所在的方向 悄然摸得过去 哥们手里有了根铁签子 心里确实还没底 毕竟面对的不是人呢 而是特妈的拿着剑的一堆钩啊 万一整不过人家 再给钩死呢 胡思乱想的 朝着宫殿方向走 一路上没有碰到人 这里的确是一个死寂的梦境 惨白的月光下 连银色都没有了 天地间只有黑白 而我和李玲 很像是两张会活动的黑白照片 李玲不知道在想什么 眼睛贼亮贼亮的 短刀反握 藏在了蕾丝花边里 整得挺像他们回事 好像以前干过刺客似的 我有心想问问 觉着呢 还是别的话 再把风消消息 溢水寒的气势 给长没了 就这么 沉默着两个人 溜到了皇宫附近 月色下的宫殿 也是死其沉沉的 再也没有了灯火辉煌 让人打心底 觉着诡异和不自在 我们俩偷偷的溜到城堡下面 想顺着墙爬上去 可围墙太高了呀 那得有好几米 打磨的还挺光滑 想要徒手爬上去 压根就不可能 围着城堡 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能够进去的地方 连个狗洞都没有 只能是从大门想办法了 大门是两扇 特别巨大的木门 隐约听到里边 有整齐的脚步声 咔嚓咔嚓的 走来走去的 不用看都知道 是一排方片钩 在巡逻呢 小哥 怎么办 就这么愣冲上去是吗 李玲显然也是没料到 皇宫会如此规模 呲牙咧嘴的稀奇 也不说话 我知道 他这是烟饮饭了 李玲烟饮十分大 一心基本两包点底 不管去哪身上 永远是装着烟 来这鬼地方 身上揣着烟 莫名其妙的没了 这么长时间没抽烟 能熬到现在很不容易 李玲听我问 没说话 我今天难受啊 忍不住说 你要是实在是没烟抽难受 填几下手指头 过过瘾吧 别再憋坏了 废什么话 我就想办法了 这样 咱俩其中一个呢 去引那些个方片钩出来 另个趁机 去刺杀皇宫的方片老K 和骆子琪 你选哪个 谁都知道 近皇宫刺杀的危险性 比引开方片钩大多了 说是以前 李玲身上还有倒数 我肯定会选择 引开方片钩 毕竟 他比我本事大呀 能着多劳吗 新哥们一样的 也不用客气 可在这么个鬼地方 大家都是站在 同一起跑线上的 没有我 李玲 也不会掺和进来 我就是再没心没肺 也知道 我该勇敢一回了 我笑了笑 哥们从小呢 就要看这武侠片 最羡慕那些刺客了 金哥 嬴政什么的 是吧 牛逼得很 这地方杀人不办法 你就让我过回瘾呗 小哥 你去把那方片钩子引开 剩下交给我 完事之后 咱们俩广场 那方片 老K的雕像下面集合 李玲 看了看了我 很快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忽然也笑了笑 我也看武侠片 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不能让你给站了 不是咱俩似的剪刀布吗 谁赢了 谁说了算 我知道李玲 这不放心呢 刚要再说 李玲道 废人话 就这么着 快点 没那么时间默契啊 李玲性格很是执拗 一旦决定的什么事情 很难说动他 我是真心不想让他冒险 决定让他 输个心服口服 把手放在背后说 哥们江湖人声 猜询小王子 你这是自讨没趣 罢了 成全你 我喊了个一二三 决定顾忌重施 等李玲出手 我再出手 没想到 鸭早就是 想到了对付我的办法 在我喊完三的一瞬间 照着脑袋就是一巴掌 哎呦 打得我内就一击呗 身巴掌 想要昏出去 去见这小子一歪头 伸出个剪刀 我去 终日打雁 今儿让雁 啄了眼呢 李玲得意洋洋洋的 就看着我 闭眼的 还猜拳小王子呢 跟我玩这套 行了 我去刺杀 方片捞开 你赶紧紧开 方片够 我还想再说 李玲一把把我推出去 我朝着紧闭大门的 亮相几步 按骂李玲不是个东西 闻住身体 从地上捡起块石头 朝着大门的砸过去 大声的喊 哥们 出来斗地主了 打了几下 里边的脚步声突然停起来 四周一片寂静 我连自己的心跳声 几乎都能听到 如此诡异的环境 要说不害怕 那是骗人的呀 特别是当你知道 会有一群方片狗 举着剑追杀你的情况下 可有些事情害怕也得干 不害怕也得干 我一手紧紧抓着铁签子 一手继续拿石头砸门 大声道 哥们 出来斗地主了 今儿们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你们了 胡言乱语中 大门吱呀 一声打开了 从里边钻出十几个方片钩来 十几个方片钩 在月光下显得很是单薄 远没有舞会上看得那么饱满清晰 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个纸扎的人 而且动作非常的统一 单调和死板 连这个出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最先出来的方片钩 看到裸了 眼中突然闪过了一丝诡异的光芒 像是鬼火 突然就举起手中的宝剑朝我跑了过来 在这身后十几个方片钩同一个动作 一起拔剑 一起拔腿 一起迈步 一起朝我跑了过来 整齐了个练过似的 钩们不去当骑手 户卫队之类的真是浪费了啊 十几个方片钩奔我而来 奔跑中还带着一阵妖风 翻发着阴瀉的气息 带着骨子寒气 从我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就是一群孤魂野鬼身上才有的气息吗 惹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呀 怎么形容我现在的感觉呢 害怕的同时 觉着有些悲壮 哥们这也算是独当一面了吧 也算是破釜沉舟了吧 以上啊 许多英雄人物从我脑海中就闪现了 霍鲁娃 黑猫警长 舒克贝塔 海灾王 兴使 苍老师 我强忍着转头就跑得冲动 这挖进手中最后一块石头 等待最前面的方便沟离得近点 眼前还有二三十米的距离 我举起石头 就朝着那方便沟 帮他砸过去 去你妈的 又能再过来抓老子 把老子勾回去啊 石头呼叫而出 哥们恐惧之下 力量分外大 准头分外足 砰的一声闷响 打在最前方那个方便沟身上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一石头竟然把那最先 最前面那个方便沟 这个身躯给砸一窟窿 从身前就砸进去了 从后面出来了 又砸到第二个方便沟身上 然后进入了第二个方便沟的身躯 没出来 力道泻了 坠了一下 把第二个方便沟给追一跟头 石头是随便从地上捡的 玄套大小 有棱有角 没想到方便沟如此脆弱不堪 毕竟先前在马车上的时候 哥们使劲一撞 才把那黑桃沟撞别一块 但很快黑桃沟又恢复正常了 那他说方便沟和黑桃沟的构造不一样 更让我觉得惊奇的是 十几个方便沟身上 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给连起来了 第二个方便沟是倒地的同时 竟然扯的第一个方便沟往后退了一步 后面的方便沟也都是亮强一下 随即就站稳身体 动作确实停了下来 一时都能砸出这效果 这简直了 哥们的手气从来没这么好过 不客气的说 商场里边搞个砸个金蛋什么的 我最多砸出了谢光莲 今儿算是逆天了 当下精神一阵 竟然石头怪用 哥们就砸得这么准 那还怕个毛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сто视频